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带大家看看猛华铁路 猛华铁路 北起 内蒙古 浩勒暴击站 途经陕西省 山西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终点指于江西省 吉安市 全长1837公里 是我国在建的国内最长运媒专线 总耗资1700亿元 规划设计输送能力 预计达到每年2亿吨 2019年将顺利通车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修建这条全国最长铁路 还专门建设了荆州长江公铁大桥 这都跨长江了 困难重重 不必多演 随着猛华铁路的成功建成 中国便又多了一条运媒专线 将温暖送给祖国的每一片土地 小伙伴们 你们是否也很期待这条最长铁路线的诞生呢 说说你的看法吧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